感谢说谁都没有把握 高中同学是一个班是对同桌没同桌就是一个班同学当时我们就是好朋友关系特别好啊后来什么时候就突破了这个好朋友的关系当时高考嘛然后我们就一起约好了来天津上大学又报了同一所学校结果就是非常幸运都被录取了然后到了大学我们才慢慢走到一起的 对我们这个海河边上是谈恋爱的好地方很浪漫啊大几就谈的恋爱呢刚上大学没有多长时间哦现在毕业了对我们六月份毕业的之前是实习十月份就属于正式开始工作了不是挺好吗毕业了以后了然后他就跟我提出来了我们一块租房子开始工作了吗他现在就开始就是什么都得两个人一人一半了那一次花钱就得一人一半 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家里给的钱我的生活费都放在他这儿啊你妈给你点那点生活费你好意思说呀就给五六百块钱就是够吃饭的钱但是家庭条件有限吗然后我们就是自己打工赚钱吗他就比较性格比较内向一些他不太爱出去打工一般都是我出去啊然后赚钱我俩像出去玩吃饭那你两个人谈恋爱避免不了的得有一些额外的开销吗 没有必要一定要出去打工的那我不是为了咱俩能多花点钱吗我每次出去打工去然后我都说两个人生活费不是都够吗不是挺好吗这样除了吃饭钱还够干什么的呀我去赚钱又没让你去赚钱你不想去我就不让你去了我又没逼你去啊不是他挣过来的钱你花了吗就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出去花 一般钱都是我管着啊然后就是啊每次出去打工还非得拽着我一起去我在旁边看着我是让你咱看着吗那旁边都有肯德基麦当劳的店那我在这儿待着干啥呀我给你买个饮料坐在让你咱那喝好吃好喝伺候你你现在还有理的呢我在这儿待着喝一天我在这儿坐着我当初好吃好喝伺候你的时候你不说呢现在自己能挣钱翅膀硬了开始跟我AA制了不给我花钱了所以你花钱怎么了一起AA制一起生活啊不也挺好吗 你当初花了钱的时候怎么不贴AA制呢我当初对你好每次逛街那你当时是不是管我什么事都要管我呢我都什么都先给你买我要没钱了我就不买了有钱我自己再买一点然后天天你胃不好我都挣钱买个好点保温杯给你灌热水灌热水天天送你宿舍楼下去然后等到就让你上课的时候喝你不愿意吃水果我也切好了放保温盒里给你那我真是不愿意吃啊那我不是跟你说你好吗 怎么今天这儿的男人都有点问题啊你这个学校里花人家钱啊也不是花人家钱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一致啊他以前什么事都想管我什么事都控制我他都什么事管你吧衣服他买你穿吃穿什么都管啊他都管啊哦举个例子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给他翻起说起来了早上就约好一起去啊 只要一有时间就得去找他我干什么都会经过他同意比如说呢就跟朋友出现我得问他一下啊我是你朋友你没有权利跟我说一下他如果我去的话那我就不能去这么厉害啊是啊吃人嘴短谁叫你用他的钱呢我的生意味也是放在他那我就是想让他天天都在我身边让我干什么都能看见他哦你为他付出是这个真心实意的吧是这等于白付出了是吧 嗯我就当初我就想他是个潜力股而且他人就是特别老是那种怎么白付出我也没说不管你特别可靠我就觉得他以后挣钱了一定会养我的我就什么都没想过没有一点怨言就是挣钱都给他花这不投资失败了学什么专业的呀我学企业管理的什么事都能管是吧甚至连跟你说说说句话都不行就是有一会儿一个同学女人嘛给我发一期就同学嘛嗯就发一期 我们就聊两句他那是是简单聊两句的事吗怎么就不干他都给你发多少次了左一边右一边呢那段时间竟然给你发了一些你还给他回了然后还逼我去骂人家干嘛去骂人家去了吗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你以后别给我发了信别给我联系了你你自己跑去了 他打电话骂的我当时拿了电话我在他旁边我就让他当我面说的你真行啊你这事没办法他就是 他如果就是闹起来那我没办法那你凭什么这样对待人家呢那女的总跟他发信息啊我就我就相信他对那女的没意思但是那女的对他就是有意思啊我本来就是没啥意思啊你有什么权利这么管着他我觉得他是我男朋友我就得管的这些事他跟别的女的联系就是不行你没有别管那么多旺啊你除了跟你妈联系跟别人联系我就是不干我一点自由时间都没有他的衣食住行都有你来打理是吧在大学里 差不多那你每个月去兼职挣多少钱呢一个月就能挣几百块钱啊这些钱都用来干嘛了呢就是像我俩平常在一块有的时候过个节什么的我俩一块出去吃个饭买东西或者我给他买衣服什么的你给他买衣服什么的他身上穿那裤鞋表全是我给他买的一些哟都是你给买的啊那那个应该是你给人家买的了吧 是吧我家里也没有什么钱而且我的钱全放在他那儿我想买也买不了那你就算了吧都这样你就别提了顺下来不就完了吗我就想以前他这种话现在我不用他这种为我那个卖东西了那我以前给你买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师傅我四年的时候你不说呢那你以前管我的时候我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 我都难受啊你要攒钱干什么呀你啊我三点钱都不行啊你凭什么攒钱呢早就不结婚呢那你跟我一块生活你钱放我都攒着不行吗以前一直都是我管钱了我也没给他乱花钱我钱都花在他身上了我都是干正用的了啊我就像平常我自己擦个连膜东西我都是买便宜的十几块二十几块的那你给我摸啥呀我每天我都给他买男是巴黎我来呀都买女们的你今天给我摸那什么破油我一当我爷们摸在玩上干啥呀 那我不是为你好吗你脸被风吹得那么干你个没良心的你我同学看着都笑话我说什么呀就说你一个男的你成天让那个你对象成天给你抹这个干啥呀就等下笑的他给你抹啊我都是随身带着有时候我俩在一块的时候我看他脸干了我就给他擦上多好你让他脸干呗干死他呗 我都是偷摸放着就偶尔被他们同学看见一两次哎呀这事儿你得认栽呀因为他说你要不为一致他就跟你分手啊我以前什么事都听着的啊我以前没人家事也不说那你听我一会儿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回一次家我们家都是东北的吗听过东北人哎呀妈呀回一次家做卧铺得做做卧铺我们之前是没有钱买卧铺票 做硬坐吗然后那次没买着票只有一张票他就让我坐着然后他自己在锅道里面站累了以后他就在锅道坐着然后下车的腿都肿了我就心疼了吗我就想以后一定多挣点钱我们买卧铺再不做硬坐了然后我就没都多打工挣钱吗挣完钱一到火车票就是只要开始开卖的时候我就上车站去等人家我有时候有一次派对都派到凌晨一两点钟了你咋不交我一起去呢我也能陪你去 我不是怕你跟我一起受苦吗票以后都凌晨了都没有车会约交了我也没有钱住旅店我就在火车站坐了一宿然后坐到第二天又公交了我才回去 叶叶多么伟大的母爱啊对啊就是母爱嘛就愿意当妈我找媳妇又不是找我老妈的你早怎么不说这话呀 白眼狼所以人家说你白眼狼啊前三个月他当妈你说叶叶我我我不要妈我要媳妇你结果弄人家给你当了四年妈了现在你能挣钱了你说我不要妈他什么都管我那我我以前受本来就受不了你受不了你早跟我说呀你凭什么现在再说呀你早说我早不要你了呢现在也可以不要他现在我不干了呢为什么呀那凭啥呀对就便宜了他了啊 姑娘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笑吗第一东北人的这个语言太有特色了第二确实你这事做的挺滑稽的让老师们帮你们分析分析应该怎么办好不好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也是东北人我特别理解这个女孩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对夫妻就是出去吃饭嗯比方说我是那个女的啊这是我 我丈夫吃饭他就这一桌人啊不管任何一个人来你还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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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他丈夫可是也爱面了这么多人你说我呱呱呱呱呱呱我那么吃不好看呢丈夫人家别别别别别别那么多人们 当时就激眼 实际上 他这个心 咱们都能看见 一颗火红的心一颗想当妈的火红的心 这种感情啊很复杂 生活呢可以说是过碗瓢盆交响曲 你这个曲子有的音符是不稳定音符都跑掉了 反过来说小男孩你真不能当白眼的 我跟你说将来你的命中就注定了没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管着你 你不舒服 可以有这个啊有的夫妻吵了一辈子他觉得我们吵架是一种幸福 为什么你看你刚才这个我大伙为什么笑大伙感觉到你们俩特别幸福 我是这么理解的嗯特别特别幸福 女孩说的对啊我跟你花钱的时候你不说现在你想A制了你白眼狼啊你啊 对不对人家说的一点都不上 其实你们俩没什么矛盾我觉得你就想独立你已经那么多年没独立了 孩子我劝你一句 认怂嘛 对 你那个状态不是一个正常谈恋爱的状态 他们说你这当妈是说亲了 我觉得你就养育丑物 我丢你骨头你就得吃 是吧 我今天为你好 我为你驴毛 我觉得我是关心的呀 是啊 你觉得是你关心的 但他觉得呢 在你们整个过程里面你一直是我觉得对他好 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内向所以我出去挣钱 他觉得什么 你在打工的时候他坐在肯德州那边一坐一下子 他的感受是什么 在超市里面你哗哗哗买一堆全是他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感受是什么 所有事情都必须由你来做决定 而他做不了决定的时候 他的感受是什么 你想过吗 他也不提出来我需要什么 他现在提出来了 那现在这么晚才提出来 以前的时候才不提 他如果他现在不是要跟你A制 不是要跟你分手 就是个提出来说 哎 我们现在应该平等一点 有些事得我做出 你同意吗 他好好跟我说我还能接受 他就突然间就提出来跟我A制了 他能接受多少 我觉得我能尽量改 你能尽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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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一定要把钱怎么怎么地 而是你要重振雄风 对吧 对啊 你要做一个东北大老爷们是吧 对啊 我跟他啥都让他管的 对啊 在家里面要说他上话 对吗 对啊 是那好 OK 我问你一个问题 爱他吗 你不大老爷们重振雄风吗 这话都说不出来 爱他吗 我挺爱他 以后想要跟他结婚吗 想不 但是不想过 一直过这样的生活 对吧 对啊 要结婚以后还是总这样压抑着 我也受不了 姑娘听懂了吗 嗯 听懂了吗 知道他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了吗 知道 OK 待会那60秒的时候 我听你怎么说 就这样 刚才说抹油那事 就想男人埋他点就埋他点呗 埋他点还没人追多好 你干嘛非把他弄得那么倒吃的 精装的 我就喜欢他干净一点 就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给他抹嘛 让我看上他干净 别人也会喜欢他干净 所以弄埋他点吧 男人有时候该 该男性该爷们点就爷们点 那以后我俩在一起 我给他抹上 那跟别人在一起 你分开了我再给他擦掉 所以陆琪老师说的 这是养宠物 宠物四位 第二个 我发现你的专业学得特别好 企业管理 学企业管理 你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实习了 所有的实习在这个企业上面 但是你的企业管理用的非常不成功 因为四年的管理经验 你最后唠了一个 这个四年管理经验变成白眼狼了 所以我相信你的企业管理 可能未来还要再修一下 就修修到底在家庭当中 怎么运用企业管理来进行家庭维护 如果你能把企业管理和家庭能够 融合一下的话 我相信那个时候你的家庭才变成真的一个家庭 然后第三 我觉得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得到一个男人的关爱 需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呵护 你四年了都没有得到过 所以我就认为 如果从这点来讲 作为一个女人你太可悲了 初恋是应该去享受爱情的甜蜜 但是你四年的初恋 变成了四年的家庭生活 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两个真正的 现在赶紧去享受你的恋爱生活了 我就觉得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是对他好 我没想过让他回报我 燕燕 你有没有一个很心爱的玩具 你投入了所有的爱给他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越值得你珍惜 但如果有一样东西放到这个地方 你没有对他付出一点的感情 你没有跟他付出一点的关心 你根本不会去珍惜的 你让四年一个男人 不给你付出丝毫的责任 你试想他怎么可能投入到很多的爱给你 也许他对你有爱 他这个爱是说 儿子对于母亲的爱 因为他觉得他离不开你的呵护 他离不开你的照顾 那是那种爱 而跟爱情的爱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爱情的爱他需要平等的给予 需要你尊重他的需要 也需要他尊重你的需要 重新聚过你们的恋爱吧 别把那四年浪费了 如果你再浪费一个四年 你根本不值得 女方虽然有一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对于男朋友的那种全权之心啊 是历历在目 我特别欣赏这样的女生 我欣赏那种望夫成龙的妻子 欣赏那种全心全意 含辛茹苦 对自己丈夫好的那种女人 就是你老婆 当妈也没什么 我老婆就是这样的 她是真的对丈夫好 所以我觉得应该为这样的妻子 鼓子掌握 希望今天大家的微笑 和所有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你不是白眼狼 但我有一点小心思 我觉得你有成为白眼狼的前置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的尊严 是希望AA制来实现的 陆奇老师刚才的分析 我最初也是这么认为 你不过是想要当家做主 通过AA制的一种政策的制定 来证明我男人的地位 但是我又仔细一想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呢 你完全可以跟他说 没准我现在挣得比你多 我还是交给你 但是怎么话 听我的 这也可以证明自己的尊严 为什么要AA制 对于男人来说 穷困潦倒时的 臣服妥协不足性 春风得一时 是否一如既往才最珍贵 我们生活当中太多这样的问题了 我有一个清醒 这男的年轻的时候 穷得连条连毛裤都买不起 最后他出国的学费 所有的东西 全是他岳父帮的弄 这小子一到国外好了一点 立马要离婚 很老实的 就跟这样的 当年你看不出 他会是这样的一个白眼狼 所以人哪 真的是变得快 我们虽然是说 在这笑着看 哎呀这家伙真老实啊 怎么样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前置啊 为什么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他连出去打工 他都不肯 宁愿站在旁边看你干 他也不干 现在他稍微工资 比你每个月多了几百块钱 他就要给你挨挨制了呢 我在这想啊 你现在是比他挣的每个月 多个几百块 再过些年 当他容颜老去 变得越来越苍老的时候 而你工资又高了的时候 一个月几万块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妈就不成妈了 老婆也不是老婆了 那个时候最苦最可怜的是谁啊 就这当妈的 所以我在这儿呢 虽然我是小心 要再怀疑一下 但是我忠心地警告你 人哪 不能做那样的事 谢谢老师 老婆对自己的好 一定要记住 最好不过结发期 知冷知热加成饭 你听见没有 听见 就这样吧 我们说我们谁都不希望 你做这个白眼狼 因为你要做这个白眼狼 你给咱东北爷们丢脸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孩子 放开他们不说了 倒是值得大家思考 恋爱没有好好地谈恋爱 把时光陷入到了 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这种家庭生活 是不是可惜 人的变化会很快啊 这种青春时光 你们用来度了这样的日 未来可怎么办 我就觉得咱们现在 年轻人恋爱的步伐太快了 是不是先谈恋爱 别先过日子呀 小伙子要求独立自主 没错 是啊 但是要想其他的方式 而不是在钱上面 好好想想那些老师们 对你说的话 记住啊 谁都欠你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 最有财富的人 你老欠着别人 你是一个穷光蛋 即使你AA制了 你把他所有钱都花到你那儿 你还是一个穷光蛋 因为你欠了一笔 一辈子还不清的债 笨 自己考虑吧 来一起进入旁边 就是我不是非要跟你AA制 或者怎么样 我就是不 现场有79.17%的观众朋友 反对AA制 觉得这不好 谁是赞同的 能举手示意我一下吗 你是投的赞成票 是吧 为什么 自己赚自己钱 自己花自己的 没有一些负担 而且双方的都 那个孝敬老人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从这故事里面看啊 如果当时他们就AA制 其实就不存在白眼狼 不白眼狼的事了 这也是个好事啊 您投的什么票啊 我投的是反对 为什么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没必要分那么清楚 你的都是你的 他的也是你的 那不是有他的 也有我 大家都在一块 不反对 也都是 好吧 小伙子投的什么票啊 我投的反对票 你跟你对象在一起 谁花钱花的多呀 差不多吧 主要是他比较替我省钱 你选择的是什么姑娘 我选择的是反对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感觉两口在一起过日 没必要这么较真 谈恋爱了吗 谈了 你们俩钱分得清吗 两人在一起 钱那方面 我感觉不需要分那么清楚 不需要分那么清楚 这个其实问到这 谢谢啊 请坐 其实问到这 为什么启动这个调查 还是想我们要有一些 正常的一些价值的观念 是不是AA制 其实真的不重要 谁为谁花钱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爱情的过程中 两个人有没有全情的 把爱投给互 我们的屏幕下方 现在已经打出了一个互动的方式 由我们的微博和短信的双平台 跟大家进行互动 只要大家登录到以下的这个地址 跟我们进行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由杰利亚提供的千元的礼盒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一起来输入个数 5 4 3 2 1 请开门 你别动 你不是要做男人吗 去呀 抱歉 你得像男人 你得有力量 要不然怎么行 对吗 哎呃 啊 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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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抱一会儿再让我们聊聊几个 没人让你抱一下 我们 累吧 不累 那就多抱会儿 哈哈哈 呃 接下来有七个问题要问 哈哈哈 快点问 啊 又不累催什么呀 你累吗 不累 不累不累再聊 第一个问题 这样抱她是你第一回吗 过去在什么场合下抱过呢 在学校里就抱过了 没人的时候 没人的时候是这么抱的 当时抱了多久 这是第三个问题 还有四 获得健身服务 你现在还抱得舒服 这就酸了 你想了四年 其实你一直这么被她抱在怀里 所以人权力大的时候 责任也会大 你权力越大 责任就越多 我要是你 我就不要那个权力 哎 你在她怀里幸福吗 我觉得我在这幸福 比她一杯在你怀里 你要觉得幸福是吧 那让我快乐 哎 行啊 哎 哎 哎不认识啊 就这点 就这点能耐 就想A一致啊 那她又不再要去弄那么多 不是 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看 这感觉不挺好的 你放柔软一些 你把你男人那个爷们儿 那个劲儿拿出来 那个 不就都有了吗 所以不在于是不是A一致 我相信你们能找到 特别好的方式 要独立 要权力 你得给动脑子 要不然就跟刚才那 傻不拉鸡的 对吧 一直抱着 来 有请小花头 这个给我 把这个戒指给叔叔 想好了吗 还A吗 你说 那你以后上超市 你别老跟我自己拿自己的框 捡东西的 我迟到了 然后你一回家 还把咱俩一起用的东西 列个小条出来 架都算上 还行啊 别磨叽了 那你以后不能跟我这样 你说不那样管我就不会 是了 行 我以后不那样了 好了 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感谢天津东西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 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